古阁王国故城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巍峨的建筑群落 该建筑遗址位于扎达县扎布让区的巷泉河畔 整个都城建筑依山而建 占据了一座山头 是典型的西藏宗山建筑群 这座山头拔地而起 形式十分显耀 建筑物依山叠气 从地面直到山巅 层层叠叠 规模宏大 气势雄伟 布局严谨 错落有致 尽管城堡已遭自然及人为破坏 人们仍可从中感受到 这座古城昔日的壮观和繁华 在骨骼城堡里 人们还发现了许多散乱的盔甲 马甲 盾牌和剑杆 盔甲是由牛皮绳编串小铁片而成 铁片光亮 四层镀银 一副盔甲重约十公斤 盾牌呈圆形 直径约七十厘米 用藤条编制 然后用牛皮条或铁片加固 中心有一个圆形铁帽 表面彩绘 兼顾美观 箭杆 多用竹制 箭头铁制 从城堡遗迹遗物可以看出 骨骼是一个战争平凡的王国 骨骼王国是吐蕃分裂后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 八世纪中叶 以赞浦达玛御赐为标志 统一而强大的吐蕃王朝走向分裂 西藏地区进入一个群雄割据战乱四起的时代 十世纪 王室嫡系后裔吉德尼玛滚 在战乱中逃往地处偏远的阿里 安居在神山圣湖之间的象熊 不让土王扎西赞接纳了落难的王子 并将女儿嫁给他 让他继承家国 吉德尼玛滚不负众望 重振旗鼓 逐步统一了西藏西部地区 后来他将三个儿子分封三处 建立了被认为阿里三维的三个小王国 其中幼子德祖滚占据谷象熊旧地 创建了著名的谷阁王国